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个是不是因为整体在往前前压的同时 中后位的整个防线也在往前走 这个在足球比赛里边称之为反马蹄形 倒是马蹄 对 反马蹄形 正常应该是两个中位在后 好球 这个球分队很好看 中间三个点 看看 这叫传中球 有倒勾打得太正了 阿德里安 这个中间又漏了 好球 进去直接推 力量小了一点 确实是好 又是打到时候 八坎步这一下给过来可能就有了 哇 要呗 好球 八坎步 其实这个球他应该让的 打出什么内容 对 这难听掉 外外自己来了一脚远射 一脚斜射 这会儿如果西哲的这个阀球的质量不是很高的话 看这个传中 这次球球 力量很足 但是顶高了 好球 好球 这是一个反击 你推过去 给了完了世界 再送 八坎步 球进了 八坎步上半场比赛 没看二度 但是对这个球是进攻无效的 给这一下 对 比埃拉其实给的这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右边有个右后卫 你看这个时间第一时间直接推 你看直接腿你看 再给 哦 这个球还真不好说 再给的话 这个球好像也没越位啊 进球有效 进球有效 肯定是有效 你这个球 台湾 你只要看维尔 但是肯定 这个球边才举棋应该是 算是变 裁判员这一块应该算是一个严重事物 这球 好球 回南京尿 退身 回敲 他的脸再搓 后致放下 漂亮 球 补身的冲顶 把球打进 上半场比赛是追回一球 这个对于重庆当代来说 是很好的一个进球 因为在上半场 如果0比2 跟1比2 两个概念 没错 这个球我还是想说 就是刚才 这个 开场的国外球 确认啊 我可以确认 现在这个重庆打的是442了啊 现在这个下半场变震了 对 哎 现在看这球 把他给我给 给过来之后 王子平 漂亮 漂亮 那这个球 为什么重庆当代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 防守上的这种真空呢 这个是因为中场失球的一刹那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抓的 就是这个 这个足球比赛里边的空间 是 重庆自己啊 这个没办法 哎 这个球 把他给我推射 球进了 这是干啥呢 这是天上掉馅儿饼 自己把它吃嘴里了 开场 开场两分钟 掉俩馅儿饼 是 八坦步冒进吧 确实是没想到 这个球其实是解围球 然后结果顶在自己人身上 球落在八坦步脚下 自己犯规造成的定位球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这个 这是绝对原则性问题 不能这么整的 哎 阿伯利安 保持 漂亮 漂亮 红森应该是手触碰到了皮球 中路的一个强山过击 对 我看看谁来 哎 还不是 蒋哲 漂亮 哦 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啊 我以为有了 这球打的质量不错啊 蓝鸡尿再给 也可以 哎 看看后点 好球 冯剑 我都赢 哎呦 哪管有被直接一个凌空斩 好球啊 不是慢跑 哦 这次进攻很快啊 张细哲左脚传 露下来 巴卡布大轮 冲进了 大四喜啊 又是张细哲的助攻 你能想到这场比赛 巴卡布会有如此惊艳的表现吗 当然 也有 重庆当在自己后卫犯下的错 让他抓住的机会 确实太简单了 这些机会都比较简单 又是一个快发 是 中场犯规的一个快发 看看张细哲这次怎么来 身后又给人家 身后又 哦 这个球看看 往左边变相 再变相 张细哲调整下来 右脚打 这球邓小飞表现非常出色 稍微差了一点 凶紧度上 看这个球 右边又恐了 外脚被传 结果是给了一个追身 后边还有 阿兰的大门 打在了边往上 这个确实啊 比赛打起来就很难了 右边外边的传球 你看张细哲 你看又没了 张细哲推 邓小飞发挥非常的出色 没解决太远 这个反击 左边 左边那个快啊 好球啊 看看 右边这个 左边这个好球 看看能不能打进 凹点球 应该的犯规 应该给了 应该给了 应该是给的 这个5比1这样的比分 一般情况下 裁判会给的 对 看一看 菲尔兰基尼奥 出跑 很专注 打 力量很足 敲劲了 这个战绩就是 猴神的左手 但是这个球 菲尔兰基尼奥 罚球的质量非常高 好 最好